店长只手遮天想威胁我放弃特效感冒药 他不知道的是我能预知未来 瞬间让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手段 哈哈哈哈 我不吃牛肉 你要是不好好说话 门就在那里 麻烦你麻溜的给我滚出去 不要这样嘛哥哥 人家这么好看 你怎么能这么对人家呢 真当我不存在是吧 我打算以固定定价的方式 把特效感冒药的价格 定到568元一盒 是不是有点高了 张总 你把出口的各项成本费用 全部给赵总看看 成本和利润是公司机密 我就不听了 既然你已经把价格定了下来 那我回去就汇报给总部 也不知道他们听到这种高昂的价格 会是什么想法 他们要是有意见 你就直接跟他们说 想跟凤凰之要合作的贸易商有很多 我明明不会更改这个价格 放心吧 就算你真的定价一万一盒 总部那边也绝对不会有任何意见 因为他们知道 你绝对不会自取灭亡 慢走 而赵一锦走了之后 陈家和张狂才满脸担忧 林董 你真打算定价568 哼 他们吃不吃的岂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有 而且总会有人去吃 其实将出口关税也包含在里面的话 那一盒特效感冒药的出口总成本 将会达到168元左右 净正400 理论上是这样的 不过关税有很多的收费方式 到底多少 还是得海关那边说了算 林董 我刚才就是按照最会关税来计算的 以凤凰制药目前的资质 应该可以达到最会关税的资格 是最低赚这么多 听到了吧 我亲爱的老婆 等着再加数钱吧 利润空间的确很大 却也正是因此 可能会让特效感冒药的销量降低 回去之后 我再跟你解释 咳咳 我先回去了 价格应该就会定在这个数字 你通知下去 该怎么做 就怎么做 尤其是财务部这边 一定要合算好资金 好的 张狂应声离去 陈家显然是等不到回家才知道答案 快点 人都走了 告诉我吧 好 想问什么就问吧 以我对你的了解 我觉得你肯定也会认为 568美盒的定价并不低 哪怕是在国外 对不对 咱们定价确实高了点 可是你还是义无反顾 不容置疑地定下了这个价格 并且让赵一锦 就以这个价格 向特微国际总部进行汇报 这就代表着 几乎没有什么更改的可能性了 聪明 你进入商界的时间的确很短 但我也不得不承认 李经商的潜力和天赋 却是无与伦比的 但你应该明白 一盒感冒药而已 卖到568这种天价 到底会引起怎样的一种后果 所以猜得到 为什么我要怎么做吗 你是认为 肯定会有某些事情发生 以至于让国外的人 会很容易接受568的售价 所以才敢将 特效感冒药定价这么高 我没有说话 只是亲了清晨家的额头 冰雪聪明 在所以 那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奥尔病菌 什么 病毒 上一世 家家和孩子 就是在这个时候 感染上病毒没钱买药 最后带着女儿含恨儿中的 没想到现在 我居然有机会 重新和她在一起 我们不去想那些了好不好 我只希望你 永远永远陪在我身边 不害臊 时候不早了 不聊工作 回家吃饭去 也好久没见着我老丈人了 就在我们回家的路上 一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过来 我却再熟悉不过 嗯 这是谁 要接吗 这是咱们的院长大人陪使呢 那个吊包特效感冒药的人 放心 我来会会他 裴院长 你怎么知道是我 我知道的事情多了去了 我还知道裴院长 干得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 难道都要一一 跟你解释清楚吗 堂堂凤凰集团董事长 居然也会如此小人行径 上来就污蔑陷害 裴某今天算是长见识了 到底谁才是小人 谁才是君子 谁污蔑陷害谁 裴院长心里明镜一样 比我更清楚 林董 别以为凭借一张律师函 就能护住啊 等你这边败诉之后 我就会以个人名义 对凤凰制要进行起诉 看来你很有信心 我作为瑞格医院的院长 更是东林省医协会 名誉副会长 无论出于个人 还是为整个医协会考虑 都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直接将医协会搬了出来 赤裸裸的威胁 药物进入各大医院药房的时候 医协会是有资格进行检验查处的 哼 我敢打赌 你肯定没有那个机会了 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给你脸 叫你医生陪院长 我要是不给你脸 那你在我这里 就跟你的名字一样 完全就是一坨屎 明白吗 你说话 我说话怎么了 像你们这种阴沟里的老鼠 真以为自己掌握了点权力 就可以只手遮天了 我黎明不喜欢炫耀 不喜欢装逼 但你是什么身份 我又是什么身份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你 你能有什么本事 我是没本事 但别说你区区一个花钱 买来的名誉副会长 你信不信 就算真正的东林省 一位协会会长 在我面前 也不敢像你一样嚣张 哼 说出这话 就等着被骂死吧 我知道我们这次的对话 你肯定录音了 没关系 我也录音了 你要是喜欢断章取义 那咱们就一起 把录音发到网上去 大众也会知道 你到底是人是鬼 你应该知道 惹到我对你没有好处 我不感兴趣 怕虫就应该有 活在阴暗里的觉悟 非要钻到明面上来 哗中驱虫 雷明 你信不信 就凭你这番话 我就可以告得你找不着呗 那你就去告 我等着你的律师函 姓陪的 我们每个人都喜欢钱 但不能为了钱不择手段 明白吗 我哪里不择手段 那些被你调换了的药品 是要寄人嘴里的 你这样万搞 会吃死人的 每次流感 首先感冒的就是孩子和老人 你拍着你的良心问问 你自己没有父母 你自己没有孩子 雷明你冷静 人在做 天在看 你他妈要是不遭报应 我雷明跟你信 林董此话倒是在理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等着吧 佩诗 你的牢房生活要是低于十年 那就算你有本事 话音落下 我直接将电话挂断 而电话那头 陪诗彻底慌了神 本来想试探一下口风 没想到这个林明 真是个狠角色 不行 我得想个法子 让他彻底说不出话来